航母这玩意儿 小国有了养不起 大国少了不够用 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美国这样财大气粗 一口气养了十来艘航母 而且还是核动力的 前些年美国整了个空天航母 想在空中打造一个飞行平台 如今美国又准备推出一个水下航母 如果这些航母 真的能搞定了 那以后美军参与战争的话 岂不是航母兵分三路 空中投放无人机 水上起飞舰载机 水下发射无人舰艇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美军最新黑科技 水下航母 看看俄乌战场就知道了 现代战争中 无人机 无人艇 以及无人载具 那是越来越重要了 瞅瞅乌克兰 凭借着西方援助无人机 把俄军打得非常难受 再加上前两天 武军出动无人艇 突袭黑海舰队 并且还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 看到这种武器在战场上这么好时 美军自然不可能落后 前段时间 美军刚公布一个超级风群项目 而现在美国海军也着手开发 可以从潜艇鱼雷馆发射的无人潜艇 打算将美军攻击核潜艇 改装成水下无人潜航器母舰 并且还能进行回收 能够强化潜舰的战场感知能力 美国海军目前已经有多个 无人水下载具的开发工程 包括特大型的虎金无人潜航 凭借其80吨的体重 成为了无人潜航器家族中的大块头 还拥有非常狡猾的作战方式 凭借特殊的心脏 能在靠近海面附近时安静运行 再加上尾骑上的保护罩 能有效降低螺旋桨旋转时产生的噪音 使其悄无声息地接近目标 再用大肚子里装载的装备达成作战目的 虽然体型庞大 却能较好地利用其低噪音性执行监视 侦察等任务 也可潜入港口外进行布雷 中型版本的无人潜艇也已经测试过多次 但是目前美军所发展的无人潜艇 都必须从港口或者水面舰艇释放 效率不高就不说了 安全性也比较低 所以美军便想到了 从潜艇鱼雷发射管 发射中型无人潜艇的方式 目前美军已经可以从现役各种核潜艇的 鱼雷管发射无人潜艇 并且还能顺利运行 但现阶段最难的是进行回收 按照美军的设想 理想的方式是让回收的无人载具 直接瞄准鱼雷管 回到潜艇 难点就在于 无论是潜艇处于静止 还是移动状态下 无人载具都需要准确回到母舰内 目前海军已经进行了 剃刀精无人潜航器的试验 这种潜航器与鱼雷大小差不多 采用开放式架构的设计 除了在攻击核潜艇上搭载以外 未来也将取代现役的 除雷无人水下载具 让海军扫雷部队使用 新一代剃刀精有两方面的意义 简化艇员收放潜航器的流程 使他们无需下水 另一个是标志着通用中型无人潜航器项目的开端 既能供潜艇使用 也能供排爆人员使用 从担负的作战角色来看 美国海军所发展的水下无人潜航器 不仅可以使水下行动覆盖更大的范围 拥有更快的速度 还可以提高美军在恶劣环境下 反水雷行动的整体有效性 而美军未来的目标是 一旦这种可发射和回收无人潜航器的能力 实现部署 将让每一艘攻击核潜艇都能成为无人潜航器母舰 如此一来 无人潜航器就可以作为攻击核潜航的传感器 扩大其水下探测范围 美国海军从曲面开始用核潜艇测试剃刀精无人潜航器 这些剃刀精被分配到水下潜航器第一中队 在今年7月份 第一中队被提升为一个主要部门 同时美国也非常看好潜舍无人机的发展 毕竟无人机在战争中的出色表现 已经证明了它将来会成为未来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再加上无人机技术的快速发展 所以美国海军越来越重视发展无人战舰以及无人潜艇 同时还包括潜舍无人机方面的研究 多年来美国海军一直在秘密研制潜射水下无人机 毕竟潜艇讲究的是隐匿性 但当潜艇上风或者使用潜望镜搜集水面和空中的情报信息时 非常容易暴露行踪 甚至还有可能遭受致命打击 这是全球各国潜艇部队都面临的难题 为了拓展潜艇平台的综合作战能力 美国海军研究了多种方案 考虑到现役核潜艇的导弹发射管直径达到2米 所以理论上完全可用于水下无人机的弹射 核潜艇可以长期潜伏于大洋 一旦无人机从水下升空作战 更有隐秘性和突击性 水下无人机也可以配备光学成像与雷达传感器进行侦察 在获得重要情报时 还可以通过卫星传递给美军水面舰艇 而无人机完成空中作战任务后 将会返回核潜艇附近降落 重新回到导弹发射管 除此之外 水下无人机还可以进行水雷探测 电子站等多种作战任务 美军最早的潜射无人机 是上世纪90年代由洛克希德和诺斯罗普公司 共同研制的海上探索者潜射无人机 采用了可折叠机翼能够从核潜艇标准鱼雷发射管进行发射 并成功在洛杉矶级核潜艇完成实验 后来在2013年又在洛杉矶级上成功进行了XFC无人机发射实验 通过防腐导弹运载系统从潜射标准鱼雷发射管发射 也可部署在战斧巡航导弹发射装置内 XFC无人机有自带燃料电池驱动 电池续航超过6小时 同时还可以对地面目标进行攻击 也可以在核潜艇执行水下任务的时候 将防腐导弹运载系统发射至水面 作为海上浮标以待命 当指挥官进一步下达指令后 XFC采用电力驱动的起飞模式 垂直从防腐弹出并开始飞行 并将实时侦察视频画面 传回母艇和其他作战舰艇 美军可是非常看好潜射无人机的 因为它可以在需要时 为美海军潜艇提供关键任务情报 监视和侦察能力 是一项快速反应且性价比高的创新技术 在见识到这项技术以后 诺斯罗普与洛克希德两家公司都认识到 潜射无人机是带给海军突破传统作战模式 和作战领域的新型武器装备 同时两家公司也从合作关系 变成了竞争关系 与此同时 雷神公司也加入到了这场竞争之中 自此美国五大军火商中的三家 都参与了潜射无人机的研究方案 并且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洛克希德公司研制的鲁茨无人机 主要用于军事侦察 也可以携带数枚导弹 对岸上目标进行攻击 另外在加挂特殊吊舱的情况下 还可以将特种侦察装置投放至敌后 按照设计 鲁茨无人机平时会储藏在发射桶中 在需要使用时由潜艇水下释放 然后利用火箭助推器加速出水 在空中展开机翼和启动涡扇发动机 之后美军便进行了 鲁茨无人机在大西洋海域试飞 继洛克希德之后 诺斯罗普公司也推出了 自己的潜射无人机方案 被称为隐身低成本发射舱技术 与洛克希德最大的不同是 这套系统利用鱼雷发射管发射 并且还参用了模块化设计方案 同时力求发射模块与武器 最大程度的舰筒 这项技术也不需要对潜艇 做出大的改动 可以为美国海军潜艇部队 挖掘出各种武器与无人机 在潜艇平台拓展中的可行性 从而大大减少为潜艇使用 专门武器所付出的开发成本 另外 美国海军还授予了雷神公司 开发潜射无人载具技术的合同 该技术可使潜艇 在潜望境深度利用垃圾处理设备 发射无人机载具 潜射无人载具将无人机带至水面附近 并将其弹射起飞 按照美国海军合同要求 雷神公司生产了五部无人载具和配套无人机 在2008年 首次完成了从潜艇潜望境深度发射弹簧折刀无人机实验 根据项目要求 电动无人机平时会封存在潜射无人载具中 需要使用时 无人载具会通过潜艇上的垃圾处理设备弹出艇外 通过自身配重下沉到一定深度 并与潜艇拉开一定安全距离 之后无人载具会脱离配重 开始对浮阀充气 浮阀使用脉冲充气装置控制上浮速度 在浮至水面后 无人载具展开浮毛 来稳定载具并伸出风向标测定方向 然后载具倾斜至35度 弹射出折叠翼无人机 潜射无人机的出现 给未来潜艇作战增加了新的模式 也让旧有的潜艇抵近侦察 反舰防空 对陆攻击等作战模式 发生重大变化 在当前以前艇为主的作战框架内 潜射无人机提升潜艇作战能力 主要体现在弥补潜艇在信息作战 对空作战方面的不足 可以为远程攻击提供信息保障 海湾战争 伊拉克战争中 美国海军潜艇实施导弹攻击 都是在取得制空权 制海权前提下进行的 战时若无制空权 制海权 且无法通过其他手段 获取目标信息 潜艇可机动到敌控海区之外 通过潜射无人机 获取战场态势或精确目标信息 引导实施远程精确打击 如今各国的防空网络都比较完善 雷达基本可以覆盖本国大面积领土 甚至是全部领土 同时也可以在较远距离上 对飞行器判断识别 所以大型侦察机 接近敌方边境的抵近侦察活动 越来越困难 而潜射无人机 恰恰可以利用自身体积小 隐身以及航程远的特点 躲避敌方远程警戒雷达的箭矢 突然出现在海岸或纵深地区 侦察目标的上空 在目标尚未得到告警时 完成侦察任务 并且还可以实时将情报 传回母舰 极大提高了侦察的隐秘性和安全性 另外在进行对海作战和对陆作战时 无人机也可以在较远距离发现敌方舰队 不用潜艇冒险将雷达探出水面搜索 降低了潜艇被提前发现的概率 在潜射对敌方舰艇发动攻击的时候 潜射无人机还可以为反舰导弹提供中继制导 在对陆地目标攻击时 无人机也可以对战斗结果进行毁伤评估 判断是否达成作战目标 目前来说潜艇最大的天敌就是反潜机 潜艇加载无人机后 其对空侦察搜索和攻击能力将发生质的飞跃 潜射无人机可远距离发现反潜飞机 延长潜艇规避和作战准备时间 可以引导潜艇发射潜空导弹实施攻击 潜射无人机还可以直接攻击敌反潜飞机 现役反潜飞机飞行速度慢空战能力较弱 无人机可凭借机动灵活的优势 对反潜飞机进行攻击 当然目前这种潜射型无人载居的技术还不成熟 其中最大的技术难题就是回收 美军所进行的潜艇无人机发射试验 所取得的成功也还只是初步的 另外潜射无人机的发射过程耗时也比较长 潜艇还是存在着被探测到的危险 从尽可能保持并发挥潜艇的优势来看 目前最具实战价值的发射方式 应该是像潜艇发射巡航导弹那样 直接连续一次性的从水下一定深度 将潜射无人机发射升空 这样潜射无人机才能与潜艇视线最佳结合 更好促进潜艇作战方式的变化 如果潜射无人机能够自主发射 并且还拥有一定的承载能力和足够的续航能力 潜艇装备潜射无人机才具有更大的实战意义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水下航母 潜射无人机是空中水面水下作战的一个新的结合点 实现三者之间的重塑 建立一个新的更具隐蔽性和智能化的作战体系 更好的实现潜艇兵力与航空兵之间的协同 是突破现有作战体系的新思路 必将对未来信息化海战产生深远影响 毫无疑问 这种作战方式将在未来成为一种主流 如果美国实现了无人机潜水航母的构想 那将是继20世纪初航母出现以来 又一次的海军创新和海上作战模式的创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